第二次世界大戰 帕斯托瑞斯行動解密 最近解密的英國情報檔案 透露了1942年 德軍的笨拙陰謀 目的是要破壞美軍的基本建設 帕斯托瑞斯行動 一開始就註定失敗 首先 一位士兵在巴黎酒吧裡喝醉酒 跟在場的人說他是間諜 帶納粹士兵前往美國的潛水艇 擱淺在長島 之後士兵又差一點被海巡隊逮捕 納粹士兵的隊長達奇臨陣害怕 竟然向FBI聯邦調查局自首 害得其他人也被逮捕 還有六位被處死 我們有上推特喔 從今天開始追蹤我們吧